欢迎走进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纽约市的民事法官李昌永女士 欢迎您李法官 谢谢主持人 李法官是从北大本科毕业学的是法律专业 然后是98年来到了美国深造 在成为法官之前是一位已经有着18年资历的执政律师 那从事法律行业是您一直以来的理想吗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目标 我从进北大以后就学法律的时候 就决定以后就从事法律专业 不过在我很小的时候 在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 也曾经说想当过教师 但是就是因为去了北大法律系以后 我就决定从事法律工作 那是什么原因令您来到美国进行深造呢 我一直希望能够接触到各方面的法律 因为在北大学习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机会去接触到这个国际法方面的一些学者 还有一些课程 所以说从北大毕业以后呢 我是一直希望一直到美国或说去英国去继续深造 就更加broad in my horizon 对吧 就扩大我的视野 所以说我决定到了美国 也是主要因为是因为当时我接受了鲍玉干家族的全奖 然后到美国来念法律 念法学硕士 所以说来到了美国 那当时作为留学生 在98年的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您是在哪个学校哪个州 您的生活环境又是怎样的 对98年的时候 咱们中国这个还是不是特别富裕 如果说要出来念书的话是挺贵的 学费挺贵 那时候还没有加入世贸 应该没有 没有 2002年 2002年加入的 1998年的时候 这个我们还不是特别富有 对不是特别富有 所以说当时我去的那个学校叫做SMU Southern Mercedes University 是一个教会学校 叫做南方理工卫会大学 他们的学校是叫做南方的哈佛 所以他们学费非常贵的 每年那个时候就是三万多美金一年 所以说没有奖学金的话 一个中国过来的学生是基本上不可能的 所以说因为我拿到学校的全奖 所以说我决定去了那个学校来留学 那就是经济上面基本上没有问题 那但是在这个文化呀 还有这种生活习惯上 您有碰到这种 比如说这种文化冲击之类的吗 当时作为一个从中国大陆过来的留学生 当然就是有很多culture的shock 就是说文化的冲击 但是因为我们在北大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些program international的program 还有说讲英文的一些program 所以说这种文化的冲击呢 还是相对比较少一些 但是主要是那种当地的唏嘘 比如说我来美国的第一年 它就有一个叫做Halloween Party 就是万圣节的那个party 那个party是对我的那个冲击是非常大的 因为跟那个咱们这个文化 中国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我可以想象尤其是在那个时候 信息也没有这么发达 我相信之前在国内是对这个万圣节的这种活动 是基本上没有了解的 突然才看到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聚会也好或者游行也好 那肯定是觉得特别的这个新奇 或者是甚至会有一点点觉得恐惧 因为在我们来说 这神啊鬼啊的平时都是 我们不太能见得到的 那因为您之后又去到了哈佛大学 包括是牛津大学深造 那我想问问您是在从北大 然后再到美国以及哈佛和牛津 这些求学的经历 对您的这种法律专业 或者是法律事业的影响是怎样的 我觉得去这种对口的专业去学习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美国在纽约的话 是在一个律事事务所叫圣德 Cydley Austin 它是一个全球最顶尖的一个律事事务所 做associate 做律师 当时我就做了很多capital markets 就是投资啊证券啊 公司的这种兼并之类的业务 那很多时候我接到的电话 从这个银行家这些banker 他们打过来的电话 它有些时候并不是法律的问题 它有些实际上是金融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要发行证券的话 它有一些叫benchmark 还有一些pricing的information 就是怎么样去给这个merger acquisition 兼并啊还有证券啊 上市这个估价的这个问题 所以说有很多modeling 还有很多pricing的information 所以说当时就促使我想了 我可能要去再学一个和法律有关的金融的这个学位 比较好一些就更助于我的工作开展 所以说我当时就去了流津大学 它是一个program 是叫做法律和金融的硕士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专业呢 对我的职业非常有关联 所以说我就去了流津大学 并且获得了这个金融和法律的硕士 那那个时候的话除了学习法律的话 我们还要学习金融方面的这些知识 专业知识 包括这种我们刚才讲的那个financial modeling 还有financial pricing 那有很多数学啊经济啊方面 金融方面的知识 那您留学的时候来到 因为您留学是在外州 后来又来到纽约在曼哈顿的这个律所工作 留在美国是您多久或者说来美国多久之后产生的这种想法 美国生活最吸引您的又是什么 因为我是念的法学院 所以说希望能够在美国职业 学一些这种实际的操作经验 实际的经验 所以说我比较lucky 我比较幸运 一直以来呢 就是在国际性的大型律师事务所做事 从事 因为我们就学到了很多 很多专业的知识 很多关于美国的法律 甚至到最后是一个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方面的一些业务 比如说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在纽约的时候做律师的时候就建立了很多银行 就是国际性的银行 所以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打下的坚实的基础 对我以后的后来的这个法律生涯是有很多的帮助 那当然就是在美国工作的话 定居美国有一个这个合法的这个工作的身份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我当时的律师事务所就帮助我申请了这个绿卡 后来直到变成公民 所以说我是对我们以前的律师事务所是非常感激的 所以在那个年代作为一名亚裔女性 您也获得很多机会 当然机会是自己去创造的 对 那个比如说以前我们那个圣经有一个故事 有洪水来了 这个上帝就派了一艘船过来去救这个在洪水里边的人 但是呢这个有的人他会去上那条船 有的人都还会去等待别的机会 所以说这个机会都是人去抓住的 人去创造的 那所以说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女性的话 当然我们付出的代价和付出的努力 是和我们同辈人多三倍或说甚至四倍 才能够达到和我们的peer 同行一样的效果 所以说还是靠自己的心情的工作 一分给您一分收获 对对对 那您觉得作为律师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 做律师的话对我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呢 就是要be responsible 就要负责 对您的客户 对这个律师事务所都要负责任 因为我工作的时候就是进入状态 就是百分之百进入状态 所以说我对每一个事儿 每一个交易每一个诉讼每一个客户都非常认真 我以前是工作完是不睡觉的 所以说经常都是有些overline 通宵有些时候工作通宵的时候也有的 那又是什么原因 因为我觉得就是像您做这种和金融有关的法律 这种案件来说 其实在律师行业里面算是一个怎么说 就是我们在外人看起来会觉得是相对来说 是一个地位比较高 相对于这种比如说打刑事官司 就是那种大部分都是正向的 然后都是和商业有关的 没有太多负面的情绪 或者说负面的事件去影响你 那如果说你是做一些赔偿啊 刑事啊或者民事相关的 可能还没有很多纠纷 但像你们来说更多的像是一种商务 那其实那样的工作对于律师来说 很多人可能觉得是比较理想的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 又使您后来又去竞选这个民事法官 为什么想要去从事公职 因为您在这个律所已经发展的很好 对因为我在2018年去竞选的时候 做合伙人已经多年了 2011年到2018年已经有七年了 做了七年的律师事务所 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那为什么我决定去竞选公职呢 是因为我发现咱们华人 或者说我们亚裔在各个行业都非常的优秀 非常的接触 我们在不管是在金融行业 法律行业 医生行业都有很多佼佼者 但是我们在这个public service 就是公职方面的话 力量不够 基本上没有代表 当时呢 所以说我就决定去在2018年去竞选这个纽约市民事法官的职位 因为我当时呢也是想说通过我这个竞选呢 给大家呢 有这样一个sample 就让大家有这样一个awareness 对吧 有这样一个意识 就是说法官实际上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我们作为一个新移民也是可以去参与的 那实际上2018年的时候 我是最大的一个受益者 因为刚才您讲的 我在这个北大念书 在刘军也念书 在哈佛也念过书 然后工作的话 在大型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做合伙人做了多年 实际上都像这个名校一样都是象牙塔 对吧 在国际大型律师事务所做事 在长春藤的学校念书 实际上都是象牙塔 那2018年的时候 我们是草根运动了 是草根的一个竞选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去敲门打电话 然后再跟普通的选民接触 实际上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去结地气 就draw me to the grand 所以说整个2018年 我们的竞选虽然说比较辛苦 是一个突破性的一个竞选 但是对于我来讲说 实际上我是受益匪浅 而且是一个全新的经验 对 我们把更多话题留到下半段再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李法官 之前您跟我们说了 为什么会从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转变成这个一名公职人员 一名法官 那当律师和当法官 在您看来 它是怎样的一个不同的体验呢 那做律师的话 你是为你的客户服务 那就是为自己的客户 就是两边的 他的利益服务 代表客人的利益 客户的利益 那一般来讲说在法律方面的话 一般来讲最少是两边 这个原告被告 或者说这个甲方乙方 对吧 那做法官的话 你就是要fair on both sides 对 要中立 要中立 要平等 你要hear both sides 你要听两方的意见 然后你才能做好一个最公正的判决 所以说这是法官和律师最大的一个区别 那您之前做律师的这18年的经历 是如何影响或者是塑造您作为一个法官的这种形式风格的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因为做法官的话 有很多法官他以前的话 也有可能没有这个private practice的经验 就是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经验 那有一些法官他就直接从法院系统上去的 比如说做一个law clerk 做法官的助理 以那种形式给一直做到了法官 所以说我们有这种在律师事务所有经验的这种法官的话 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受益匪浅 因为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时候 我们都是讲效率 就是像我这种风格 不做完事情不睡觉的这种律师 那所以说对我在法官的这个职业当中 是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那我处理的案件很快 所以说不会拖拖拉拉 然后我会就是迅速的高效的处理很多的案件 那实干等于就是一个实干的精神 那在做法官五年 过去的五年当中 我已经发表了71篇的司法判决书 那已经这个裁决了三千 就是数千个个案 也就是这个公布了数千个司法裁决书 那在数千个司法裁决书当中 其中71篇被我们的这个政府选中发表 其中有这6篇 就是这71篇发表的司法裁决书当中 其中有6篇被State Reporter 被这个官方选定为案例法编程书来出版 所以说我们这种高效的这个作风的话 和我在大型国际律师事务所受训的这种经验是分不开的 那您刚刚说的是您非常有成就的一面 有成绩的一面 那在这个司法体系当中 你们是否也遇到过挑战 那当然也有挑战了对吧 因为这个我们纽约市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城市 那在纽约市的话我们大概有800多种语言 我们的纽约市民众讲800多种语言 那在我们的法庭里边的话 就是少数主义的这个法官是很少的 那么像一个新移民的法官 可能我是唯一的一个 说不定也是寥寥无几的其中的一个 那当然就是说很多的这种主流的社会的话 他对于我们这种新移民的这个专业人士的话 肯定有点不习惯对吧 可能会有点质疑 对所以说当时我在2018年的时候竞选的时候 有人就说他不是在美国出生的 这个candidate就是这个Judley和Wendy Lee 他不是在美国出生的 说话也有口音他不应该选 但实际上这是有为我们这个美国这种民主社会的 这个原则和宗旨 那今年2020年的话 我在竞选皇后区的遗产财产法院法官 当然的话也有很多这个不同的声音 对吧 对同样的声音 对 那您为什么要来竞选这个职位呢 因为在皇后区的话这个遗产财产法院法官他是只有一位 而且呢是任期14年 那我们今年2024年的竞选呢是在这个 有史以来皇后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的竞选 对第一次的竞选 所以说这个这次的竞选实际上是意义非凡 因为当我当选以后我会是第一个女性的第一位少数民族的第一位亚裔的第一位华裔的遗产财产法院法官 实际上我们今年呢是在创造历史 那这个法院呢是处理所有的人的遗产和财产的事物 它跟税收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个民事法院刑事法院或说其他的房屋法院或说这个家庭法院 你是可以去避免的 你就说我是做一个好的citizen 好的这个居民好的公民 我不去跟人家发生纠纷 我就可以不去那些法院 对吧 那像这个遗产财产法院的话 你是无法避免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 都会经历 都会经历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财产 对吧 不管大小 对吧 也有一些房屋 如果说你有房屋的话 不管大小 那这个法院的话 如果说你没有遗嘱 那不管你财产的金额大小 上千万上亿或说五万美金 或说五万美金以下 你的所有的财产都需要经过这个法院去进行分配 如果说你没有遗嘱 那你走的以后 你说的遗嘱呢 所有的财产都会进到这个法院 由法院指定一个律师来分配你的财产 如果说你没有遗嘱 所以说就很重要啊 大家要去做遗嘱 对不对 那你即使有了遗嘱 但是如果说你的财产是五万美金以上 同样也要经过法院 你这个 你所有的财产也要经过这个法院 你的遗嘱要经过这个法院去认 进行认证以后 你的财产才能够进行分配 你没有得到法院的认证的话 你所有的财产都是冻结的 你不能动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高校的法官 去处理这些事情 因为很多时候你这个 即使有了遗嘱 你因为需要去认证嘛 如果说你认证的过程是几年 那你就是对你精神上造成这个折磨 然后对你的财产也是一个损失啊 对 比如说你如果说有一些房子 有些co-op的话 你这个老认证不下来的话 你还要交你的房屋税 还要交管理费 但你也不能进行买卖 所以说这个价值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就是需要一个非常高校的法官 另外他是服务全民的 而且他和您原来的这种经济金融背景 其实也是有关联的 非常相关的 所以其实这个职位确实非常适合 而且又是在皇后区 我们知道皇后区 它又是个少数族裔 尤其是亚裔居多的这么一个生活地区 所以其实怎么说 就是您去竞选这样的职位 我觉得作为华裔来说 大家都会非常希望您能够竞选成功 但是您刚刚也提到了 作为这种亚裔身份的 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受到的不公 或者是稍微受到质疑的这种环境 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有 那在您看来 作为一个亚裔以及亚裔女性 在美国的这个司法系统当中 她的角色以及面临的挑战是怎样的呢 我希望我这一次竞选 能给大家做一个榜样 对吧 我在2018年的时候 胜出已经带动了一大批有志者 因为在2018年以后 我发现有更多的华人 就已经参政议政了 也有很多去出来 积极的竞选公职 对吧 那2020年呢 我也希望再给大家做一个榜样 对吧 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选民的力量 是非常大的 我们可以不过 就是不管那些质疑 不管主力 那我们选民团结起来 我们会创造历史 那对于我们亚裔的女性来讲说 我希望给她们一个message 给她们一个 就是share我的experience 分享我的经历 就是说只要你去做 你肯定会成功 你只要去敲门 这个门就会开的 那我们亚裔女性的话 或说亚裔 作为一个群体来讲说 我们是非常谦逊的一个群体 当然我认为在实战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这个社区做出的贡献 我们个人做出的贡献 然后我们要让大家整个社会知道 我们这个群体呢 我们亚裔这个群体 实际上是对整个美国社会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为我们平时不投票 不投票的话 我们实际上在这个 话语权上 对 我们在政府的眼里边 或说在政客的眼里边 我们是不存在的 因为像我这次两次竞选 2018-2022世 我们会知道 我们会看一些数据 叫做Big Data 然后它会 就是所有竞选的人 或者说所有公职的人员 或者说所有这个民事官员 这个民选官员 它会看这个数据分析 它会看哪一个区的公民 它有注册成为选民 然后那个注册选民以后 它哪些社区的话 它有参与这个投票 投票率 投票率 那或说投票一次 两次 三次 还是说你没有投票 你在过去三年当中 投过三次的票的话 他们就是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选民 叫做Prime Voter 他们都会给你接触 就给你交流 但如果说你从来没有投过票 你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那如果说整个社区 这个是某一个社区 比如说法拉森这个社区 或者说华人基座的社区 他根本就不投票的话 他在这个地图上 他是显示不出来的 那既然显示不出来的话 你就会不会受到重视 所以说你很多的这个 你就不会在 人家想不到你了 你也争取不到你应得的利益 你也没有话语权 是的 所以这个投票是非常重要的 对 还有基基的这种 去厕存 你都可以去厕所 academic 学生 一年 学生 感谢观看